Hello 大家好 我是盧俊康 Chris Lowe 我和大家介紹五月份的走勢 傳統上五窮六絕七翻新 但近日港股下跌了不少 所以五月未必太差 加上今天看到市場正式有些反彈上來 相信未來的時間應該會有持續性的反彈 暫時來看有機會三月底部是一個明顯的浪底 根據過往經驗 在月線圖之中 如果看回RSI9方面低於30 普遍都是一個見底的情況 在過去15年曾經出現過四次 而今次是第四次 如果能夠重複歷史走勢 相信最低的水平已經見了 所以未來五月有機會有一步向好 短期來說 阻力位會在21,100點 大約20天線左右 大家不妨靜心觀察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今天收市收得很漂亮 第一件事 早前做了一個高位 在25,500左右 一路滑下來的時候 大家留意一件事 其實每一次有多少升幅的時候 那支羊竹都不能夠收市價高於上一天 但是到今天來說 是做得到這件事 這是一個相當利好的信號 因為有個格局似乎改變了 第二件事 我們看看過去一段時間 恆生指數要見底 九日RSI往往都會下30以下 其實正好這量就下到20多 第三件事 我自己很喜歡看短線市寬 短線市寬 一般來說在30以下 進入一個叫做見頂的範圍 在上天來說已經跌到18左右 已經告訴大家 是非常接近見底 以及下行空間相當之少 在一個指標 即是叫做超賣的過程之中 我們其實是等什麼去確認 一個反彈呢 就是等我剛才說過一支羊竹 羊竹其實一定是低開高收 第二件事 收市價是需要高於上一天的高位 還有我們看看今天 上升股份的數量都相當不錯 看一看 阿倫sir的電腦是1069隻 下跌的66隻 這個比例是相當理想 因為是完全配合到今天的升勢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應該反彈就由今天正式開始了 短期彈多少呢 不要太心紅 先看這條20天線 大概2100左右 那往後能不能夠再升呢 到時再看 因為去到阻力會通常 都會有多一點整固 少少回吐都不出奇的 那如果往後再有動力 有消息的話 那就再推上去 那但是 供問論怎樣都好 這一刻來講呢 其實就叫做是 回穩了 還有呢 講多個訊息給大家聽 可能大家聽到 開始這個 心情比較振奮一點 因為呢 我做了一點分析 關於 一個長線一點的走勢 我就拿了過去15年的月線圖去看 在過去15年的月線圖去看 其實我們可以用RSI9 做一個輔助的 那在RSI9 當它跌低於30的時候 發現 往往那個月或者下一個月 就是見底的時間 而且多數都是那個月 當月 好了 過去出現了四次 那四次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畫面那裏 那裏 那裏是曾經出現了第一次 在2008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什麼情況 市場很差很差的 好了 那第二次的時間呢 2011年 也是一個很差的市 好了 那去到第三次了 2016 也是 你看到 月線圖 每個月都破底下跌下來的 好了 剛才先講過 四次 現在就三月份 正是第四次了 其實我們做技術分析 會相信歷史會重現的 那我現在在這裏看下去 似乎很大機會 三月份 就做了整個下跌浪的底 那下跌浪是說 2021年開始 二月一路下跌下來的 那跌了一年 去到三月的時間 其實做了一個低位 這個低位很大機會 就是整個下跌浪的最低位 那我們看看過去 那其實 往往 當個RSI去到30 或者再低一點的時候 下一個月 它有機會做一個內困 那長線反彈 那其實看回現在 都有點像的 所以 我暫時來看 市況不算差了 慢慢上來 我們剛才說的 日線圖 開始有些氣息要反彈 月線圖 也有機會見到 所以 我相信五月份的市況 會比現在更加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看到 上星期尾 因為美國那邊 經濟增長的數字 比市場差很多 沒有想過會有一個倒退的情況出現 大家都想著可能增幅小一點 但竟然直接出現倒退 市場衝憬 現在經濟這麼差 聯儲局 沒理由接下來還要這麼大力度 去加息也好 或者縮表也好 可能會收一收 英尾未必那麼濃 會不會開始轉甲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道指就升了超過600點 港股 但是開出來 就沒有跟到道指的升幅 輕微跌了八零點左右 即是說星期五的時候 整件事我就這樣看 如果現在經濟這麼差 經濟不是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沒有理由會衷憬 紫稅有得升 最多都是叫做 聯儲局可能出手沒那麼重 但是如果整個宏觀來看的話 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反而擔心滯脹的出現 就是staflation的問題 即是說經濟一路繼續差 但是通脹又仍然持續很高期 這樣出現了兩難的局面 這個情況其實是很嚴峻的 絕對不是一件樂觀的事來的 但是估計論點也好 短線見到美股就是因為這樣反彈了 但是我覺得投資者真的要小心點 這個時候不是應該盲目樂觀的時候來的 好了 估計論點 我們再看看港股那邊 港股也是 之前我的看法就是要補列口 列口就補了 就算列口的下線 即是3月16日的時候 恒指的列口下方的位置 是20120 20120點 已經補了有得了 如果我們看回 4月27日的時候 恒指最低位 直接穿了20000點 去到1946這些位置 19665也見過 補了 現在上回來了 在列口的區域那裏 接下來後市 都是會大概在211度 這些位置上上下下 相信都沒有怎樣有升跌幅 即是最多 在波幅度裏面上下 你說大升 最多有反彈 但是不會有升幅 但是你說大跌 去到下方那些位置 譬如之前182的位置 都已經上回來了 所以 不要說接下來這個星期 我想接下來整個2022年 走勢都是一個上落環行市的格局 有波幅 但是沒有實際的升跌幅 股份推介方面 簡直是883 中海油 之前都曾經說過 憧憬它回歸A股那邊上市 已經回來了 剛剛出了業績 那份業績很漂亮 升了超過一倍 最重要就是派發特別股息 每股派1.18 認真厲害 派特別股息之餘 摩通那邊也給了增持評級 就說因為增長強境 再加上股息派發很厲害 目標價就看到14.4 給增持評級 我相信 14.4日未必會立即到達 但是 上回12元左右 樓上這些位置 我覺得有機會見到 另外看回 俄烏局勢那邊的緊張 仍然持續 基本上都沒有停過 另外 波蘭那邊 也是因為斷了它的天然氣 因為波蘭那邊不肯給勞布去買 俄羅斯就斷它 所以無論歐洲各國 跟俄羅斯的關係 都可能會一般 也會持續惡化的情況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覺得油價是曾經試過回軟過的 跌過100元 波蘭特其有美桶 跌過100元 但很快又彈上去 我想接下來 都會持續在高位上徘徊 所以對油股來說 也會有支持作用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中俊昌 又來到每週展望的時間 先說回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也和大家觀察到 美股跌 港股開始都跌不下去 譬如好像京東 都還要有得升 所以這些種種現象 其實都說明了 港股的下跌壓力 抛售壓力 其實都相對已經小了很多 不過剛剛這個星期一 A股也大插賣 跌到星期三 拖累港股 都一度失手2萬點的水平 但是之前都有提過 上兩個星期開始都已經和大家說 有些板塊 政策利好 譬如什麼呢 消費 汽車 家電 這些政策 其實陸續會出台 一如所料 其實星期三之後 都因為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方向 大家都要知道 中央的意思就是 都是要保住經濟的 下半年繼續加油 就是去追回數 於是股市 各個板塊 都開始追回上來 譬如之前提醒過 特別看好的一些線下撐淫 看到星期三之後 其實星期二開始都醞釀 已經率先見底 就抽升回上來 另外就是 看到家電板塊 尤其是家電板塊 如果有出口的話 例如6690 海爾至加這類 其實都會受違 最近人民幣匯率 轉弱一點 人民幣便宜了 其實一定會 由你中國的商品在海外出口 所以這些股票 其實看到都表現不錯 那麼 留意到其實大家 我相信都會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到 禮拜五 中午 發生了兩件事 其實很多人會說了 就是彭博那個 就說有知情人士透露 就說中概股 雙方在談 會不會直接可以現場去檢查底稿 其實看到 如果是消息屬實的話 其實都很正面 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在中概股這個問題上 中美之間 其實已經是非常接近有個共識 就是什麼 就是避免了 之前一直擔心 中概股會在美國退市 然後又不知道怎樣 所以當然對廣交所來說 就少了一個利好 但是對於整體在美國上市 有上市的中概股 比如什麼 9988 9618 這些 其實就是非常大的利好 看到9618 京東海一下抽到上海接近288元 高位其實試過286元 星期五那一 巴巴都厲害了 因為之前一直 大家都失手了100元之後 好像就一層白柴 但是今天 星期五最終都收復100元的水平 雖然是 另外還有一樣就是 其實星期五中午的時候 央視也有報導 就說到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會議就分析當前經濟形勢 要做好防疫措施 但是經濟都要穩住 發展都要安全 其實都給了A股市場 一個很大的信心 說完其實好像 是不是一片亮麗呢 其實叫做消除了一些不利的因素 因為之前 其實在中概股上 中美之間未達成功息 對於我們 恆生指措主要成分股 即是新經濟股 都有很大的打擊 OK 但是現在起碼中美之間 似乎大家都覺得 基本安全 但是呢 除非 是中國這裏 國內有其他對於 針對這些平台經濟的 一些措施出台 但是不像近期會有的 也就是說這個不利因素消除了 剩下就要看俄污 會不會進一步擴大 以及美國會不會更加鷹牌價值 但是呢 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 市場上面 對於 美聯儲5月和6月 加息0.75厘 以及啟動縮表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接近每個月 縮1000億 其實市場已經消化了 有機會在落實的前後 其實就已經是 股市有機會 部署反彈了 也就是說呢 其實呢 下個星期 不明朗因素相對地少 不過呢 有件事要記住 就是因為呢 有個五日勞動假 香港星期一沒有市 A股星期一、二、三 都是優勢 星期四才服市 也就是說 香港開市的星期二和三 有機會成交比較薄弱的情況之下 容易一些比較波動 沒有高、低 尤其是 那些三、四線的股份 如果有持有的話 可能要留意一下 整體來說 看到剛剛這個星期 守住了2萬0100點這些位 亦都是一個 會形成一個不錯的支持 上面應該 快要挑戰 2萬168點 就是之前四月中跌下來 那個高位 在這個區間做上落 這樣機會比較大些 大家好 現在有勤風證券的Kingston 就和大家回顧剛剛 過去那個星期的港股表現 港股連跌了三個星期之後 在秋初的時間 都仍然比較反覆 雖然回補先前的3月16日 17日那個上升 但是港股恆指曾經一度 是跌到下去 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點的低位 星期三那時候 才有個支持 由那個位置的話 星期三是連續反彈了三天的 五星期四 星期五連續三天的反彈 低位 首先第一就是 之前三個星期的跌浪 已經是找到的支持 也是告一段落 在星期五的時間 現在行資大幅上升了 813.4%的升幅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星期五中五的時間 就是傳出中概股相關的利好的消息 包括了中方那方面 有個機會是 有個機會是 找到美國那邊的代表 可以去內地 直接是 關於每間公司的審計的 報表那些位置的話 其實他們可以 甚至乎是 當地去審查的 這個就是 跟先前以往的 只有一個講字的話 有進一步的進展 當然中方是容許這樣做 開始現在還未肯定的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美國到底怎樣反應 這個我自己覺得 是有多少是不確定性的 所以 今次的中概股份 可不可以真的持續上升的話 都要看回 美國各方面的怎樣 是做一個 反應 如果美國都覺得是 不合他的心水的話 那當然 又是沒有用的了 如果美國都是 是覺得這個做法 可行的話 而真的可以是做到出來的話 不相信 才對於中概股份 會是有個明顯的 實質的刺激的幫助在 但是 是不是真的代表 已經是完全 就是 先前說 會有機會退市 那四十間公司 是現在完全沒事 都不是說百分之八的 所以大家都還要繼續 留意那個事件的 未來的發展 除了這個因素之外的話 也都是見到 中央政治委員會 那裡 中央政治局那邊 就是 星期五 也是開會 開會 是商討些什麼呢 包括了 就是 面對著疫情 很多的城市 有些封關的情況之下 怎樣可以保持 而經濟的增長 那這個呢 就是很貼切於 現在那個 中國內地的經濟的狀況 那看一下 開完會之後 有沒有什麼 實質的 政策出台 那就看一下 可不可以 是真的對於 那個 經濟 是會有個幫助 那這個呢 大家都還是要繼續觀望一下先的 那 恒指來計的話 經過了三個星期下跌 星期五上升 那 最終呢 是收報是 二萬一千零八十九點的 那 就整個星期計的話 就 開始有個反彈 是升了 是四百五十點的 升幅大概兩個巴仙的 那 也都是逆轉了 先前呢 是跌了三個星期的表現 那 後市來看的話 那 星期一 港股是優勢的 那 那 那 內地呢 星期二 星期三 都休市的 去到星期四呢 才是服市的 那 就五億黃金周 星期四回來的話 就是相當之重要的日子了 因為呢 美國呢 就會是意識如不 那到底 是不是真的加半利息 和即時 開始 就是 縮表 那這個呢 還有對於是六月份 七月份 有沒有些什麼 啟示的話 會以後的那個聲明 會是看到的 所以 是星期四的時間的話呢 是相當之 是 一個是關鍵的時刻來的 那 就星期四之前的話 那麼 港股都有個機會 在北水 繼續呢 就是 停止入市之前的話呢 是可以 是做得比較好些的 那 如果真的有個機會 做得比較好些的話呢 那 二十天線看看有沒有機會 升上去 因為現在 指數已經升上了 十天線 以上 十天線現在位置 是大概二萬零六百點的 二十天位置的話呢 就進一步上升的話呢 就去到二萬一千二百點的 那 距離現在來計的話 只不過只差一百點 都有個機會突破到的 那 那接下來的話 再另外一個 左力位置呢 就是五十天線的位置 大概二萬一千七百點 這些位置的了 那所以 回來之後的話呢 在缺乏不水的 炒作之下的話呢 那 港股如果是 照著現在的 形勢來看的話呢 都還有個機會 上市二十天線 或者甚至乎五十天線的位置 但是 如果週末期間的話 有任何的 利淡的消息的話呢 那 港股或者要下市回去 十天線的位置 大概呢 兩萬零六百點的水平的 那 看回恆子來說 這個禮拜 去到尾段來說 即是 港股結算之後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反迫 以及那個動力來說 比我預貴中反而更早出現 那 變成如果短期 看回恆子那個 反彈的動力 其實在整個四月份來說 那個調整幅度 都差不多有 接近二千八百點 那如果量度回 反彈0.5的水平 都會有機會 在五月第一個星期 可能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回 差不多二萬一千一 如果是 0.618來說 就去到 接近二萬一千五的水平 但是當然 指數 短期適逢期會 因為 好像以往 可能是 北水少點 流入 反而是 假期前後 比較靜點 容易夾高 還是真的有個 轉勢的情況 這個 我想可以 真的在五月頭回來 會見到增長 當然 短期來說 其實 好像困擾著大使 一些宏觀的 因素 好像還沒有全部解決 如果大使 比較上 難些 預估就是 俄烏的局面 的情況 以及 擔心多些 我相信 是 人民幣的資金 繼續流出的情況 但是 始終 亦都相反來說 在四月份 調整的 幅度 我相信 已經反映了 資金方面 反而是 入市 可能 太陽的高水平 我相信 最主要是 看看 甚麼類型股份 以及成交是否做個配合 過去一星期 科網股來說 都是受惠於 覺得 擔心 之前比較擔心 現在是 可能釋放 中概股 面對 有機會除牌的風險 現在 有機會可能釋除 但是 以往來說 這些消息 都來不及傳出 但是 是否真的說 會完全能夠釋除疑慮 或者大家 真的能夠 用回 基本面去看 這些平台經濟股的反彈 這個我也是有的 普遍 如果你說 純粹反彈 我想大家可以 看回他們個別的技術走勢 去做好一點 如果看回 京東 比傳來說 可能比較合適 例如網易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 其實走勢是 比科技指數強 科技指數 科技指數 這陣子 叫做先物頭籌 也可以看回 達到 鄭五月城 其實 潮盛的趨勢 能夠繼續持續 至於 恆指 走向值得留意之餘 我想 股 都可以留意 可以自家 可以自家 對方來說 其實 那個走向 都 看到他們 表現得比較好 但今次 我跟大家 推薦這隻股份 這個應該好像上禮拜 推薦前 都算是做得不錯 反正跟大家說回 東方電器 東方電器 它都是發電裝機的項目 但 其實它都比起同類 同組的股份有些不同 它都可以是 集合了不同類型的項目 都可以有傳統的 亦都有 綠色發電的項目 去做好配合 包括 封電 火電 還有其他核電 等等 它都能夠配合不同 和晶熱臨月方面 佔比來說 都一路一路增加 隨著 現在的消費率掌握提升 或者他們使用的項目 除了新來源的項目之外 其實未來都還會再 再增加提升 推進的情況下 我相信可以做到兩架提升 以及第一季 他們都發展盈期 市場都比較習慣 看回估值 現在也不是太貴 如果可以有機會的情況下 我相信可以分主吸納 現在的預測市場率 都是接近9倍的水平 如果留意 可以看9元作為一個目標價 如果跌穿7.5元 又是持續指示 我本身也是你的股份 各位好,我是卡澤 彭偉生 看回4月份 港股的整體走勢 都是繼續反覆的 雖然在3月底的時候 行指 由低位123.5元 反彈上來 去到4月4日 就見過22523點 但隨即無以為計 見到指數是跌回 最主要都是因為 幾個因素 令到整個港股的走勢偏弱 一,當然是 美國的加息壓力越來越大 第二 亦看回內地方面 整體經濟 亦開始浮現著 封城下 影響到整個生產線 在多國的一些企業 沒有辦法提供 在一些生產之下 無論是車股 甚至是一些 重工業各方面 他們的整體生產 都受到打亂了 令到整個經濟前景 產生了一個負面的影響 不過 市場開始逐步把消息來消化 再加上 在四月尾的時候 無論是國務院也好 又或者是國家主席 就是習近平 都出來表示 需要進一步增加經濟的活力 不論是推出一些 刺激汽車市場 甚至是綠色自能家電的下鄉政策 都陸續續有些微目 所以都看到 恒指是由4月4日跌回頭 去到最近 見過在19665點之後 就開始回穩 甚至在4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市場就住在人民銀行方面 就落實了會提供2000億的一個 叫做 備用信貸 給一些創新的科技企業 去進行一個借貸 息率來說 甚至只有1.5厘 所以 市場開始傳說 這個 國家主席 會和一些科網巨頭 會面 和有一個宴會 一到這些 摸著酒杯底去聊天 又或者是說 有一些私人會面 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國家主席 之前一直去打壓科企 無論是反壟斷法 又或者是限制著 未成年的用戶的上網時間 這些關注民生的政策 可能在短期裏面 是會慢慢收回的 沒有之前那麼激進 亦都因這個因素 令到很多投資者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的憧憬 看回星期五 當市場一傳出一些消息出來 行資立即是蜂擁而上 原本來講 只是說 百多點的升幅 一下子曾經 升過900點 令到指數上回到 20天線的水平 最高的時間 去到21,176點 其實如果要看回 整個大市 由2月份開始的發展 去到現在來說 基本上都是維持著整固 波幅一直在收窄的情況 2月去到3月 整個市場的跌幅很重要 令到波利加通道 垂直高度曾經去到6,300點 其後來說慢慢收窄 現在波幅大概有3,000點 其實還是比較闊 不排除市場還要繼續進一步去收窄 令到波幅來說 去到一個比較窄 可能在1,000點以下 市場才會有一個真正的方向走出來 五月份 其實如果你看到 整個港股 仍然都是充滿暗湧的 因為現在看回 美國聯儲局 肯定會在接下來加息 而加的幅度會是多少呢 市場一直在說是0.5% 而且也看回聯儲局的主席 5002也出來說 是不排除5月份 會出來說 討論回加0.5%的機會 我也相信加的幅度 基本上是0.5%的了 只不過是0.5%的加幅是一次還是兩次 就真的暫時不知道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怎樣也好 都對於美國自己本土的企業方面 造成的打擊 一定是陸續這樣浮現 我也相信現在來說 市場的看法 可能還是比較溫和 沒有真的完全反映了 加息會影響企業的盈利 現在來說 反而一直都在說 中央會是開綠燈 去推更加多的措施 去自己的經濟 而是將市場暫時來說 先穩定了 不過也看到 這一轉的大市走勢 都是維持一個整固的局面 當指數有二月份高位25,050 跌到18,235點 其實在這一轉的反彈上來 22,523點的時間 我們發覺整個反彈 只是等於二月份下跌的走勢 只是總跌幅的61.86% 即是未破壞到這個下跌走勢 還是在一個下跌的形態裏 至於低位18,235點 反彈上來22,523點 這個反彈幅度 在最近的回調下 去到19,665點 又剛剛好 就是回調了這個反彈的61.86% 又是黃金比率61.8%的回調 所以在這個情況 亦都未破壞到反彈的局面 而這次的反彈 基本上去到29號的時候 市只反彈到21,176點 去到20天線的位置 就反彈 不排除 保里加通道 中族 或者是20天線 會是一個短期的主要阻力 但這個位置 我也相信 有機會在短期內 尤其是在5月初 5月1號的勞動節 內地是放假的時間 市是會抽到20天線樓上 去到大概50天線附近 那麼那個水平來說 大概是21,680點的水平附近 那麼那個水平來說 有什麼特別呢 有個特別之處呢 就是50天線在那裏 另外呢 也要看回 整個市由22,523點 這個4月4號的高位 跌回到19,665點 這個跌浪總跌幅 計算回61.8% 又是剛剛好在附近的 所以如果看回 就是50天線 又是那個反彈的61.8%的話 那麼很可能 就是這次那個市 在這個美國 即是加息那個步伐 仍然都是比較快的下 只是彈到他這些水平 就會有機會 是再次見頂的 那麼所以我也相信 就是5月份呢 整個那個加息的壓力 這麼大底下 那麼其實如果你說 要看好的 的確是挺難的 但是都這麼說 就是整個市 在現在這些叫做 風高浪急的時間呢 那麼投資者要做一些 比較風險高的投資部署 那時候呢 就必須要是 小心為上 就是 小心駛得萬年船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就不是一個去 即是盡地一波薄的時間 那絕對呢 是要拆佬屎沙煲的形態 一步一步地去看 因為始終如果你說 市是去到 18,235點這種水平呢 就真的 就是整個市建 下跌浪的底部呢 我覺得暫時那個機會 就不算太大 因為始終外圍的利膽因素 還是比較大呢 那大家要小心 就是如果一旦市 是反過來走的時候呢 是可以跌很多 因為始終 一眾的 這個科技類股份 無論說阿里巴巴也好 美團也好 它的確是跌了很多 但是問題是 估值來說呢 現在呢 不算是很便宜的 而且也都見到很多的大行呢 都仍是不肯留守 那麼 繼續呢 是將他們的整體的盈利預測呢 是下調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絕對還有機會 令到整個科技類股份來說呢 再要試一次的低位的了 那麼好了 那麼今天那個的 就是分享呢 我就來到這裡先 那麼我們 稍後時間來說 再有機會的話呢 再跟大家呢 更新一下 整個港股走勢的 一個預測的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文正健的林家康 今天為大家講一講 未來五月份的大小的表現 那麼大家都看到了 在四月份最尾的一個交易天呢 行指大升813點 那因為呢 就是中央方面來講 就傳出呢 就是說對於很多的中概股 尤其是平台股呢 有一個比較新的的管理 那之意來講呢 在這方面呢 一定有一些放鬆和刺激經濟的政策 尤其是呢 就在這些基建的學部方面來講呢 可能中央呢 可以加大這個基建的發展的 所以呢 令到港股在四月份 最尾的一個交易天呢 就上升了813點了 那擔任五月份呢 我相信呢 升幅都仍然會持續的 但是最大的升幅呢 可能就在這個四月 最尾的那天呢 是發生了的了 那未來來講呢 要看回就是在五金黃一假期來的時間 各方面的消息 在這方面呢 會不會令到那些投資者相信 喂中央今次真是加大力度呢 除了在這個叫做減息方面來講 實體經濟上方面 是否真的會丟一塊資金下來呢 是會催谷的經濟呢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回答 因為始終達日五月份 在美股來講呢 通常都在講 sell in May 局華為的 所以美股來講呢 在五月份呢 也都大家都預期著 在五月份 聯儲局是會加息半尼這麼多的 加完半尼息之後呢 有機會六月份 是會再加半尼息不出記的 所以未來五月份呢 有機會呢 美股來講呢 仍然是陰陰陰陰陰的下跌 但是港股呢 就很明顯就起回升勢的了 所以各位朋友 就千萬不要 被美股突然之間有時的下跌呢 就嚇驚了你 從而來講 就令你港股的沽貨 港股來講呢 初步呢 見到這個底 未來慢慢慢慢 行指下一個高位 可能回到22500點 這個目標的了 那今天就為大家講到這裡 多謝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歐陽一心 我現在錄音的時間呢 是2022年的4月29號 星期五晚上 7點鐘 那今天大家見到港股呢 就升了很多了 身邊不少朋友都問我 應不應該追貨 那我就嘗試一下 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大市 首先就是成交額方面 由於內地呢 現在呢 就是假期來的 所以港股呢 是沒有筆水的流入的 沒有這個筆水 但是那個成交額 都是有1600億 那這個成交額 是相當之高的 而看回筆水的情況呢 其實在過往一個月 四月份裡面呢 雖然四月份的股市 就不是太好 但是呢 其實呢 整個月份呢 筆水的流入的幅度 都不小的 是正流入來的 都有成140億 所以其實呢 其實呢 在這個四月份期間 的表現 港股表現好像一般 但其實都有資金呢 是想買一些貨 那樣的 所以見到今天呢 這個市呢 升幅一多的時候呢 下午呢 都仍然有一些賣盤 湧入來 那就反映了這個 投資者的市場心理了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看一下這個 美股的VIX的指數呢 那其實因為美股方面呢 早前都有一個 都不小的調整 那 雖然現在呢 已經有一些企穩的跡象了 那但是 VIX的水平呢 其實現在都貼著30的 都一點都不低的 那所以如果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 是不是已經完全轉勢呢 我就覺得 轉勢信號 就不是說很強烈 那但是 純粹就反映了 市場信都不少投資者呢 會心急衝進去 想買一些貨 去做一些長線的投資的 那我覺得這個市場 其實適合短炒 多過適合這個 渣貨的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上個月三月中呢 有一個類似單日轉向的 一個信號 那就是 先是大跌一枝陰竹 然後第二天 就一枝大陽竹 還要升穿前日的高位 這樣去收市 那但是 這個情況 都沒有辦法持續去到四月 那所以大家明白 大陽竹一出現 不一定代表著 可以立即見底的 那但是 現在看到港股 尤其是恒指 每一條平均線都向下 那最遠那條250天線 都去到兩萬三以上 那所以其實如果短炒的話 做一些很軟價的Long Call 去搏搏搏 那未嘗不可 但是會不會說 用很多的本金 去立即去撈底呢 那我就有一些保留了 那希望大家 繼續留意這個 這個信號 看看 北水會不會 繼續流入 VIX會不會回落 還有就是 這個成交額 會不會配合 主要看這幾樣東西 那就希望 之後港股會繼續 繼續升吧 好,謝謝各位 請多多多多多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